大家好,這集錄音廠檔的沖繩背後 繼續有公司騎士聯絡人Roy 上來和我們聊聊天,歡迎Roy 大家好 上一集也跟Roy說到 他如何做公司騎士的聯絡人 他的職責是怎樣,都知道了很多 但你又如何對賽馬產生興趣 其實真的要說一些緣分 原因真的沒有特別原因 但我聽家人說,我小時候四、五歲 家人正常買公仔書給小朋友看 但我不太欺負 總是喜歡拿爸爸的連鑑 賽馬連鑑就自己揭開,不懂字 但就這樣看著看著,興趣越看越大 多數那些連鑑應該很少馬的同案 多數都是文字 整本電話簿 是揭後面的賽事圖片嗎 但當時四、五歲就揭著揭著 開始對馬就有點認識 好,去到甚麼年紀 真的對這件事再產生很濃厚興趣 想入行 其實讀書的時候一直都幻想一下 自己如果將來入行 做到專欄作家就好了 去到大學畢業了 那一刻真的要考慮 其實我本身是讀教育出身的 但做了一段時間 知道自己的興趣甚至能力 我都覺得不在那裡 在朋友提議之下 不如寄一些自戰訊給各大報館 看看他們能否使用 最後很幸運 有其中一間報紙 請了我做兼職賽馬記者 即是入行開始就先是記者了嗎 沒錯,全部都知道 開始慢慢地採訪、寫碼 大概那段時間做了多久? 做了一年半左右… 其實那一年半雖然時間不太長 但學習的東西真的很多 會接觸到一些 以往沒想到可以接觸到的人 例如說練馬師、騎士 甚至乎是馬會的高層 外地的馬圈名人 其實那段時間也獲益良多 除了賽馬記者,還做了甚麼? 當記者後,我進入了馬會 做賽事分析 好的 主要負責甚麼呢 就是我們主要是參考馬匹的分段時間 可能排位一出 我結合那些檔位、騎士、練馬師的習慣 嘗試畫一個預測的走位圖出來 希望讓馬迷參考一下 有一個預計走位圖 可能跑馬也會比較容易 他的分析系統比較客觀 這件事是我以前沒接觸過的 那段時間雖然學得比較辛苦 但也學懂了很多新知識 這類型的資訊 其實都是這幾年特別多 尤其是步促、促勢系統 甚至乎走位圖 都是近這十年才大部分流行 因為現時賽馬的範疇實在太多了 那你為甚麼做一做 又試試其他工作 又會去賣馬呢 真的很巧合 其實本身是朋友介紹之下 一來年是家人中了籤的馬主 就是鄧興強先生 認識了他 大家直接聊天 其實兒子中了籤 我也想找一隻好媽回來 希望送給兒子做禮物 大家聊天 其實歐洲有些人脈 你也是認識的 不如你幫我問一下 到時回來買不買也好 大家有個參考研究一下 也挺有趣的 大家搞一下搞一下 好像有幾樣樣 看了前前下後看了 我想也超過二十隻馬 最終找了一隻 叫做Last Kingdom Last Kingdom 三歲馬仔 我們聯絡到 左搭右搭之下 就聯絡到中都馬主的經理人 最終就傾妥了價錢 就是下一個年度在香港的馬櫃 有機會見到他出來了 沒錯… 年尾至到來年年初左右 當中買馬的過程 當然也很有趣 有甚麼難忘事情 其實坦白說 我們是業餘性質的 亦是第一次 就不敢說是甚麼專家 那抱著甚麼態度去做 就是有些事情不懂就找人問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我的人情牌都打了 其實都差很多人情 譬如說 我這隻馬要怎樣才能聯絡到馬主 譬如做獸醫檢驗 應該怎樣安排 運輸、保險 甚至乎現在檢疫的程序都要逐漫逐漫問 所以做得成都很開心 亦都很期待這隻馬來到香港 希望他有些教育的發展 但你也明白 因為賽馬其實有很多因素配合 天時地地人和 要贏一場馬並不是那麼容易 當中你入行這10年 整個過程 你有甚麼是最難忘的 其實那個過程都… 經歷的確是挺豐富的 但你說是否每一步都自己控制到 又不是 很多時候都是等別人給機會 印象最深刻的確是由… 其實我專欄也涉獵過一會 最深刻的經歷就是 那段時候就成了專欄 但突然有一天收到馬會這邊的電話 是 那就是首身公司 奇麗堅先生 他說我們上一個公司騎士聯絡人 就回去做家 剛巧有這樣的空缺 我們之前都認識 就知道你對賽事方面都有些研究 馬圈裡面的人物 列馬師、馬主 因為你做傳媒關係都… 比較熟一點 也有些認識 你會否有興趣過來試一試 那總之 大家就約了出來 聊了一會兒 都覺得可以值得試一試 其實聽起來就平膽了 內心其實就很興奮 因為回想起自己這麼多年來 對賽馬戲很有興趣 就由教育開始 就是做教育開始 到進來馬圈 逐步逐步學習 來到這一刻好像 有人看到自己的努力 其實也是很開心的 除了現在是公司騎士的聯絡人 除了這個職位 你下一步有其他目標 或者有其他夢想 關於賽馬界你是想做的 做到專欄作家 我已經滿足了 現在可能來到往後 做騎士聯絡人 幫朋友買馬 已經超出了現時的預期 至於你說下一步是怎樣 其實有時候人頭於事 其實也要看形勢帶著你走 要看看來到有甚麼新機會 人離鞋帶給你的 到時要看自己應不應付 是 如果工作性質有趣 能力上應付得來 我絕對積極考慮可以做一試 但你說具體我想做些甚麼 我真的暫時還沒想到 Roy,馬圈工作的範圍中 有甚麼是令你最吸引 是你繼續做下去的 我其實這個真的是 進來做才能夠察覺 我最欣賞馬圈中人的特質是甚麼 其實他們每一個人 都朝著爭取勝利的目標去進發 很專注的 例如神操 可能你看到蓮馬斯 在風火台、基平走來走去 好像很簡單 但實際上他們要兼顧的事 真的很多 他們走一條路 都是低頭在想事 每個人都是這樣 有時候進去 可能想輕鬆一點 跟他們聊天 他也投入不了 因為始終他還是覺得 工作要先行 有太多事情要兼顧 要決定、要留意 他們要承受這份壓力 其實絕對不簡單 我在他們身上也希望慢慢… 希望可以學到他們的工作 太多了 我想不僅是練馬士 騎士 就算日常的工作也很大壓力 甚至騎馬人 甚至馬房助理 每個人的真正心都很強 對, 其實香港菜馬的確是非常專業 來到這一刻 大家的競爭這麼大 的確是不容許大家有半點鬆懈 你進行十幾年了 當中你最想感謝的一位仁兄 你會感謝哪位 太多了 整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人幫過我的 有些人就給我機會 有些人就提點我 甚至乎是精神上支持我 因為當中可能都會有些困難的時候 但我想回整件事 最需要感謝的 可能是我大學住宿舍的同房 因為其實是他鼓勵我 最初是他鼓勵我 自己寫自戰信去報館 如果沒有那封自戰信 其實可能就不會有之後 在馬圈的實營的故事 他鼓勵你一次 你就馬上去自戰 還是很多次 很多次 其實我最初也很懶惰 一封在同房床邊 在那裡提醒你 入信了, 入紙了 是, 做錯馬記者 對, 可能晚上我臨時聊天 看著天花板聊天 他就說你試試吧 你不要浪費機會 難得有一行你這麼有興趣 我很高興 Roy這兩集跟我們分享 不少關於馬圈 以及公司騎師聯絡的心得 謝謝Roy 希望有時間 再請Roy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有請Mis Cher Cher 很漂亮 雍雍滑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再來一次 對不起 Mersha, 你小心 好 我突然感覺到死了 頭髮… 片尾一定糟糕